今天要拍了一段特別的影片 就是現在網絡很流行的一邊吃東西一邊說話的影片 我選了我最喜歡的麥當當麥羅雞餐 因為比較容易去一邊說話一邊吃東西 題目我想好了 就是講一下我現在心裡在想什麼 以及我的將來我的打算 我也點了這個士多啤梨奶 其實已經有點融融 剛剛去買東西回來後要設置相機 我們現在事不宜遲快點開始 還有講之前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哪個朋友 麥當雞是要用茄汁的 我叫他給多點茄汁 他給了一整大包真的很多茄汁 有時間要用 這裡是美國版的麥當雞 美國版是十件裝的 最少起碼是十件 之後是二十隻 就是這樣的 味道應該我猜也差不多 其實我很久沒有回香港 所以我不知道味道有沒有不同 另外就是跟著這個中的薯條 超喜歡吃薯條 好 我現在就開始擠一擠茄汁 要好很多很多茄汁 我不是第一次做這一類型的影片 因為其實我在Instagram 我都可能一個星期開一次Live 然後我也是一邊吃東西一邊說話 然後這一陣子就經常吃麥當雞 如果有追蹤我都知道 然後我也盡量吃一點 健康一點點 但是忍不住 因為真的太好吃了 麥當雞 好了我擠了大約八至十包的茄汁 應該夠用了 還有那麼多剩 其實我現在很餓的 我到現在還沒吃東西 然後現在吃了 很好吃 很好吃 很餓 超餓 我真的吃了很多很多餐麥當雞 我每一次在Instagram做Live 都差不多是吃麥當雞 然後現在開始健康一點點 不是這個 然後我就吃一些可能飯 就是我平時吃開的東西 嗯 薯條也很好吃 不過就軟一點點 如果你們是剛剛訂閱我的頻道的朋友 如果不知道的話 其實我現在就讀這個MBA 即是工商管理學的食肆 然後我就是收Marketing的市場學 然後好像很難說話 因為我吃東西 我就會在接下來這個十二月畢業 然後我想可能收多另一個學位 或者應該說是Double major 然後再讀一個可能創業的學位 我也想 趁年輕 現在就創業這樣 還有一個是 朝九晚五的工 其實老了的時候 做也還沒遲 趁年輕就創業這樣 然後還沒肯定的這個 因為我的學校還要多讀一年 如果再Double major 另一個major 所以我還在考慮 為什麼我想創業 那些是因為我家人 還有身邊的朋友 大部份都有他們的生意 所以我就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也要試一下 而且我從小到大都很雙學位 Undergrad也是雙科 我讀三個學位 就是Marketing Finance 和Management 所以全部都是雙科 加上我現在在讀MBA 也是一個雙科的食肆學位 所以我真的很 整天都圍繞著雙科 創業之後打算回香港 但未知是長住還是短住 到時候看看我的工作 或者我創業創成怎樣 在哪裡創 然後暫時未知 其實心目中想在香港那邊創業 因為始終我出生於香港 所以比較有親切感 而且我的YouTube頻道 全部都是用廣東話 所以覺得好像 好像在香港做生意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可能關於YouTube 但我真的沒想到 我做哪一類型的 創什麼業 其實非常肯定 我會住不習慣香港 因為我住了在美國 一段多長的時間 所以我應該未必習慣 所以我希望有一份創業 創一個業 可以兩邊 很喜歡去旅行 所以我也想回香港的時候 去日本 韓國 泰國 總之亞洲的地方 然後也想去歐遊 可能英國 歐洲那邊 也想在正式上班之前 去旅行 散一下心 然後再工作 那些 還有我的未來 應該是去完旅行 之後就創業 然後希望可以結婚三嬰兒 這也是我的將來打算 不過 我也說過 其實在Live那裡 很多朋友都問我 想幾歲三嬰兒 那些 我覺得四十歲之前 都可以 其實以前我想三十五至四十 這些時候 但是 身邊的朋友都說 哥靈產褲 真的很危險 還有 收身收得很慢 那些 所以 其實我真的沒所謂 三十至四十 我也覺得可以 還有我不想這麼快 結婚三嬰兒 也想自己 享受一下 對 還沒有嬰兒 那些日子 對 好像說得很長遠 不過這些問題 對 很多 觀看者 在Instagram的Live 都有問我 而且 如果你們沒有追蹤我Instagram 麻煩追蹤 因為我 一個星期都有一次Live 所以 我在Live 什麼問題都回答 除了私語問題 不回答 我真的很餓 我真的很餓 這段影片 另外 最重要的事情 忘記說 我在YouTube 是一個類似中國大陸的YouTube 我訂閱了一個頻道 我將會說國語 然後我已經放了一段影片 上去 如果想聽聽我多懶的國語 麻煩去我的YouTube頻道 大家看看我的影片 而且我也未肯定 會一個星期 出一段影片 像我現在的YouTube頻道 但是 我也 會先放影片 放了我 看看我什麼時候有影片 另外我在微博開了一個戶口 麻煩去追蹤我的微博 然後 說一下 要你們幫忙 也是關於這個給付 就是會有500美金的現金 對 是現金 因為我 剛剛也說了 我想創業 然後我想不到 有什麼想法 是怎樣的 就是首先 當然要追蹤我的微博 還有我新的YouTube頻道 另外留言 留在兩邊都沒有所謂 或者留其中一邊一個 可以留無限創業的想法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總之不同就可以了 然後我會在兩邊這樣看 在微博和YouTube 就選出一個我最喜歡的 一個創業的想法 然後那位得獎者 可以有500元的美金 即是現金 然後到時再想一下 怎樣去 可能PayPal給你 或者銀行轉帳給你 500元美金 是代表 4000元左右的港幣 我也想讓你們知道我的想法 還有有追蹤我 或者是我的朋友的話 其實也知道我是很直接的 非常坦白的 真的 我不會有什麼隱瞞 另外很多觀眾問 我抽了二月的Gibber會味 我已經抽了 這位男生 Baby Bunny 804 會贏取一副 rayban的太陽眼鏡 然後Carmen chain 會贏取一個 Cate Spade的手袋 接下來都是Carmen 就是Carmen chain 會贏取一些化妝品 就會有It Cosmetics的CC Cream 以及It Cosmetics的眼睛 再加上一個Elf的一套掃 好了 然後到護膚品 就是Suki Lam底線21 會贏取到Derma E的磨砂膏 Derma E的面膜 以及Pixi Glow的Tonic 到我最近最愛的光影 就是Tarte的Pro Glow Palette 得獎者就是Cate底線113 因為得獎者Chan Lock Lock底線 會得到Forever 21的100元的Gift Card 可以選四件運動服 最後Gigi Wong 9872 得到美白牙 多謝各位的參與 以及恭喜所有得獎者 因為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我都吃得七七八八了 我只剩一隻麥樂雞 薯條我沒吃那麼多 因為其實軟了 但也吃了半包 如果想我多拍這類型的 一邊吃東西一邊說話的影片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而且我真的 很想在Instagram的Live 經常一邊吃東西一邊說話 所以也可以追蹤我Instagram 我應該拍完這條影片之後 我應該會去做Instagram的Live 希望你們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點讚這個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nstagram Snapchat 微博 以及Yuku 好了 Bye